赤假1998买到港岛地铁站上蓋的项目 深定假 今次介绍的黃筒坑站上蓋Bloo Cost 有8成多以三房一倍以上的单位 家庭客一定超高了 只需要两个站到这间 生活方面 赤假这么便宜是什么质量 不光是1 or 2间做宣传 今集就带大家 wid要视频单位 我们现在立刻和您亮普ес Let's go 王中坑站上蓋是港島區市隔30年後 一個大型地鐵站上蓋的綜合發展項目 一共有6個住宅項目 今次開賣的第三期Blue Coast 是六期之中規模最大的 而且是最近地鐵站 B出口一出就到達了The South Side的商場 暫時商場只開了某一部份 日後商場全面落城之後 就有一部專列Blue Star 可以直接去到屋苑的平台層 以及地面的巴士站和的士站 是六個住宅項目中最方便的 Blue Coast 是由場實和港鐵合作發展 分為三期 三A期是商場The South Side 面積大約51萬呎 提供100間店鋪還有戲院 住宅項目分3B期和3C期 合共1200伙 今次會先買第三B期 一共642個單位 沒有開放式也沒有一房 兩房入場 入場價錢是878萬元 這個價錢在同區其他屋苑 只能買到一房 是否很吸引呢 不過火數不多 兩種兩房互形加起來 只有17% 主打是三房有74% 四房佔9% 預計關鍵日期是2025年12月31日 黃宗哈站上蓋項目是商會所設計的 除了各自屋苑會有自己的會所之外 另外有一個港島南岸中央住客會所 是這麼多的奇數住戶一起共用的 裡面會有室內的暖水游泳池和籃球場等等 而Blue Cross自己的會所連同圓林面積有大約9萬呎 有19項的設施 當中包括這個28米的室外游泳池 我們現在就看看示範單位 看看項目的小三房 其實也不細的 有700多呎 是項目主打的弧形 有300伙佔47% 示範單位是2A座的F室 實用面積748呎 三房套在家儲物室和洗手間 這裡門口一進來的右手邊就是廚房 除了找櫃之外 其他廚房電器都是採用家的 有雪櫃、洗衣乾衣機、蒸焗爐、抽油煙機 以及電池落煤氣爐 門口後面就是工人房 嗯? 啊?700多呎工人房沒有洗手間? 非也 這個洗手間就在廚房門外面 如果有需要可以把廚房門向後移 旁邊是一間小房也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不過窗就小一點 可以用來做書房也可以 室內的設計 另外可以形容為 膽膽肉 近年大部分新樓都是採用三合一露台的設計 加起來都成三十多呎 如果喜歡戶外空間的人 就會喜歡這麼大的露台 但是不喜歡露台的人 就覺得浪費位 Blue Clothes就是不設露台和工作平台 把三十多呎全部放在室內空間 另外有一個特色 有88%都是採用各窗設計 增加採光度 一邊可以看到城市景或內圓 另一邊可以遠望到香港仔灣 或者深灣遊艇會 不過景觀我們片尾再說 這間小房深2.555米 主人房深4.1米 同樣可以設有一個衣帽間 這次Blue Clothes就是主打三房套 連儲物室再加一個洗手間 實用面積由728呎至813呎 至實質工價錢由1514萬至1874萬 如果你是鍾情名次的話 這次有四個選擇 而且還有各有優勢 而B座的E室和G室 主人房廁所是名次有窗 而A座的A室和B室 就是客廁和主廁 雙名次設計非常難得 這兩個壺形更是長廳設計 好了 我們很快就已經看完 二座的所有單位了 因為二座只有兩房和三房 本來是有兩房示範單位的 頭兩天我帶客看樓的時候 都還看到兩房示範單位 但是去到第三天 我終於有時間抽空去拍片的時候 已經說兩房示範單位不讓參觀了 那當然啦 頭兩天已經收了7000多票了 兩房本來供應很少 只有17% 而且今次A座可以買一間至四間 還要新增一個F座 但是可以買五至八間 所以如果想抽B座 只買一間兩房就真的很難了 但是都簡單說一下 兩房入場戶型 實用面積由452呎至454呎 只有50間 接實即供價錢由878萬至1027萬 另外還有兩房兩次一個套房 實用面積538呎 只有60間 接實即供價錢由1049萬至1226萬 不過兩房我們忘記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介紹一首新款的短片 記得按LIKE支持一下和訂閱 還有不要忘記要按鈴鐺 要不然我出了影片之後 過幾天你們才收到通知 所以記得要按鈴鐺 我一出片你們就馬上看到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資訊 現在就看看項目的重頭戲 一座 只有大三房和四房 兩部電梯四個單位 一B座的C室 三房套再加工人套房的設計 實用面積972呎 剛才我們說的雙鳴翅都很難得 這裡三名翅更加罕有 工人套翅都是有窗的 剛才忘記了跟大家說 這個廚櫃看似是很普通 但原來大有來頭的 是由荔枝設計的 嗯? 不是藝人的荔枝 是德國知名品牌和明德獎設計師 獨家為Blue Clothes設計的 而且發展商還說 這個系列要三年後才會在市場公開出售 即是說Blue Clothes的客戶可以獨家搶先享有 他們說三房單位這個廚櫃價值都53萬 再加上Gaganyu品牌的廚櫃 只是一個廚房成本都100萬 兩房單位都是採用這個系列的廚櫃 講回這間三房 這裡客飯廳面積合管加起來 差不多300呎 客廳不單止可以放大電視 簡直可以放電視投影機 兩間房間門都是中間開 這個好處就是門口後面可以增加衣櫃位 而客廳和主廳都是名次設計 而且有浴缸 而且是長1.8米的超大浴缸 主人房也有兩邊的衣櫃 一邊比較小的當然是給男主人用 大邊當然是給女主人用 今次發展商也透露 這個大三房的戶型 只是3B座才有 即是未來3C期沒有這個戶型 限量只有174間 佔3B期的27% 即是一共有6處單位 當中只有1B座的C單位和D單位 是三名次設計 1B座的A單位和B單位 就是工人房在廚房旁邊 1A座的C單位和D單位 是項目罕有有露台設計的 想有露台的話就要保持這兩處 所以這六個戶型都各有特色很難取捨 日後二手市場放手 都不怕大家同一個景觀有競爭 今次價單至實績桿價錢 由2,011萬至2,472萬 最後項目還有兩個押軸戶型 發展商稱之為龍蝦頭 設計面積1,226尺至1,267尺 持有58個單位佔項目9% 這個龍蝦頭景觀是最開揚的 因為前面可以看到深灣遊艇會的方向 不過暫時未賣 日後要招標出售 來到這裡大家終於明白了 為何Blue Coast要開這麼多角窗設計 就是希望盡量每個單位都可以享有開揚的景觀 項目向西南方向的窗 就可以看到深灣遊艇會 向東南方向那邊看著內嶼 另一邊向西那邊看著前面的綠化 遠望去到香港仔灣 向北看著黃竹坑城市景 高層還可以看到太平山 黃竹坑站是未來港島中產的新櫃 因為港島區已經30年沒有地鐵站上蓋的項目 這裡只需要兩個站去到金鐘 金鐘是全香港唯一一個貫穿四線的超級轉車站 在這裡坐一個站就可以去到四個商業區 中環、尖沙咀、匯展、灣仔 無論你去哪一個商業區上班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黃竹坑坐一個站就去到海洋公園了 住這裡扮著連卡 隨時隨地就可以帶小朋友去玩超底 而南區也擁有多個哥爾夫球會 以及遊艇會等等的高尚會所 廣東南區還有六個泳灘、六座山 想親身帶自然 都是舉報職達 周邊還有多間知名學府 這家學校也是走出門口就到了 因為黃竹坑站旁邊已經是新加坡國際學校了 這裡連醫療配套都坐一程車就到了 我拍攝當天去到地面的小巴斬 正正讓我看到有輛專車可以直接去到港兒醫院 而Blue Coast那間專屬電梯就是可以直接來到這個地面層 所以日後小朋友有什麼頭暈申請都可以及時醫治 黃竹坑站周邊生活配套齊全 所以過往第一、二、四期開賣的時候 軍價都要三萬多元尺 但也吸引很多名人、明星或企業大老闆買來投資收租 不過這次場實又來一個深水炸彈 開價是比去年第四期海盈山折讓了21% 平均實用赤價是兩萬一千九百多元 真是九龍區不要說站上去都要這個價錢 今次Blue Coast這個撈底的 你們又怎樣看呢?留言區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都想看Blue Coast的示範單位或者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在資訊欄或者置頂留言Whatsapp聯絡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们下集見